我剛碰到柏陽 他說你們土力好像都是畫點圖而已 很少讓你們畫那條線吧 他說基本上還沒讓你們畫那條回歸線 因為他說土力很少有回歸的趨勢 做完相關分析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看這個回歸 為什麼要做回歸 其實他有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他希望能夠把它變成一個叫做模型的概念 就是model的概念 那什麼叫model 我們其實當然如果修作業研究 我們大概談了很多都是model的東西 那這種model是什麼呢 model當然翻成叫做數學模型 哈囉 起床啦 你要去實習不要打瞌睡啊 model的概念是希望你把一個現象 能夠利用一些數學或是統計的方式去呈現它之後 那這個數學的模型就可以具體而為的代表 真實世界所呈現的一個現象 那很多其實我們很多課程裡面在談的都是一些模型的東西 只不過但是他沒有特別去強調啦 其實像我說工程數學或者你們的微積分 裡面其實在談到的很多就是要把一些自然的現象如何利用一些微分方程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不同的數學模型來呈現 那那些基本上都是一些數學的方程式 那我們現在要談的這個回歸它基本上也是一個數學的方程式 但是這個數學的方程式是用統計的方式去得到的結果 那我們希望利用這樣的一個回歸的一個數學方程式 來代表X跟Y他們之間的一個什麼 彼此之間的互動的關係 那有了這個模型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模型來做預測 預測什麼 像是如果要預測人口數 如果假設今天我們回歸是人口跟什麼的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什麼樣的關係 某一個所謂的獨立變數來預測說 那它未來的人口會呈現什麼樣的一個趨勢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做回歸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趨勢 就是它的這個趨勢是怎麼走的 所以它要有歷史資料 它要有觀測的資料 那你的了解趨勢之後 利用回歸線來了解趨勢之後呢 然後還可以來做一步更進一步來做所謂的預測 因為有預測你才能夠去做一些planning 在做規劃 在做problem solving 在做解決問題的時候都需要一些進行預測 你要針對你所預測的結果來做一些規劃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怎麼去做這個回歸線呢 你要當然先收集數據 然後先畫散佈圖 然後算它的相關係數 然後檢定它有沒有顯著性 如果相關係數檢定是顯著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回歸線的方程式 然後把這個方程式找出來 我們就可以建構一個所謂的叫回歸的數學模型 那怎麼去找這個 前面這兩個我們都算過了嘛 三步圖啦 相關係數啦 檢定相關係數顯示 這剛剛都看過了 那接下來怎麼去找這個回歸線 那回歸線的概念叫做 它基本上的概念叫做所謂的line of best fit 就是找一條線跟你的資料是最相當的 那什麼叫最相當的 或者叫最適當的呢 它叫best fit 最能夠符合它的這條資料 你這條線跟資料的距離 是最接近的 那你要找出這條線跟資料是最接近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要用什麼來評估它呢 我們就利用數據點跟你的這條直線的垂直距離 就是他們距離啦 那距離當然有正有負啊 所以我們就把它取平方 那把這個平方合最小 所以你的直線跟數據的垂直距離的平方合最小的那條線 就是所謂的最適線 叫做line of best fit 那我們在這邊會用兩個符號 真實的變數的y值就是你的一變數 y值就是你的一變數 它的真實值我們就是用y 那什麼叫預測值呢 預測值就是我們利用趨勢線 利用這條最適線去預測的結果 這叫回歸線 回歸線去進行預測的結果 有得到的值就叫做預測值 那預測值它這邊用一個符號叫y' 這個跟數學就有點打架了對不對 數學的prime是什麼 數學上面畫一個prime是什麼 就是微分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prime這邊不是微分啦 這個是預測 這邊把符號用成預測 所以這個兩個符號要注意 真實就是用y 對應它的這條線去預測出來的結果 就是y' 那我們剛剛說過最適線就是 把它的數據點 數據點就是y 那它的直線 那直線的就是什麼 預測值 y' 那他們的垂直距離的平方和 就是y-y' 那y-y'就是它的殘差 或者叫預測誤差 那我們就是要讓它的殘差最小 讓殘差 殘差最小的方法就是 那當然殘差要取平方啦 殘差取平方 那得到的最小的這個 這條直線就是最式線 那所以這種方法就叫做最小平方法 讓它的這個距離殘差的平方最小的這條線 叫做最小平方法 英文叫做list square 那得到的線叫做最小平方的回歸線 叫list square regression line 那這概念其實就是 就像這樣啦 我今天假設這個點點點點點點 這邊好多點對不對 還有這邊有個點 那麼這麼多點呢 你要找出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是跟我的數據最接近 那我們說過最接近 它是用什麼方式去看它最接近呢 它就是用它的距離 觀察值跟你的預測值 這個預測值就是你的直線上面的 叫預測值 這兩個之間的距離 那這個距離當然 你今天如果是用觀察值減預測值 這個就是正的嘛 但是這邊如果資料是在下面呢 你用觀察值減預測值就變負的 那所以為了要讓正負 不會影響到它的這個結果 所以你真的是要看它的真實的距離嘛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取平方 好取平方完之後呢 然後把這些平方 D1的平方 D2的平方 D3 D4 D5 D6 D7的平方 把這些平方加起來 讓它最小的這條線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叫最式線 那這種方法就叫做最小平方的回歸線 最小平方的回歸線 原因就這麼來的 OK 所以 就是Y-Y'的平方 那這個 差距就是殘差平方 叫預測的 預測的誤差 那這樣所得到就是一條最式線 這條最式線就是我們的回歸線 叫回歸線 OK這 觀念知道 你這條回歸線怎麼找出來的 它就是用最小平方法 去找出來的叫最小平方的回歸線 就是利用它的殘差誤差的平方最小 好 那當然最式線是哪一條 這邊 同樣一指數據 當然你要找這一條的情況之下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用它的距離的平方加起來最小 就是它的最式線 好 那最式線當然其實它是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 我們在數學跟統計上面 它符號有點差距 所以這個其實 你們以前也許習慣寫的直線 是y等於mx加b 那m是斜率 y是結距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如果把它寫成 用統計學的回歸概念來看的話 它會把它寫成y' y' 懂不懂 y'是什麼 預測值 y'是等於a加bx 它會利用a跟b這兩個符號來代表 這條回歸線的參數 那a是什麼 a就是這時候變結距 a就是變結距 那b呢 b就是斜率 所以在我們的回歸線裡面的符號 是寫成y'等於a加bx 那a是什麼 b是什麼 要注意 a是結距 b是斜率 y'就代表它的預測值 就這樣 這是代數跟統計之間的一些符號 上面差異 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我們得到的這個回歸線 是y'等於a加bx 那a怎麼算 b怎麼算 這個在季概裡面也有交掛 當然季概裡面不是叫你去 去怎麼導出來 季概裡面我們也是一樣 在寫那個函數的時候 一樣是有這個介紹 怎麼去算跟a跟b 因為你看它的a跟b 跟剛才的那個correlation 有沒有很像 都有submationx乘y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五個主要的函式 去算它的sumationx乘y 還有sumationx sumationy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sumationx平方的和 對不對 這個就是有五個函式 然後另外那五個函式 你就去把它組合起來 去算出它的a跟b 還有它的correlation 回去翻翻你們的季概的講義 好啦 所以這個裡面的a是拮据 b是回歸線的斜率 但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這個叫最小平方法 所得到的回歸線 那這裡面有這個a跟b 有幾個特性要注意 斜率b 它的斜率的正跟負 跟你的相關係數的r的正跟負 是一致的 意思是什麼 你如果是正相關你的斜率就是什麼 斜率就正的啊 如果你是負相關呢 斜率就負的 就這樣 所以斜率的正負 跟你的相關係數的正負是一樣的 還有這個很特別的一點 一定要注意到的 這種回歸線呢 一定會通過你的數據的 通過你的數據的s的平方值跟y s的平均值跟y的平均值 合起來的那個點 就是會通過s bar跟y bar那個點 因為用這種方法去找出來的直線 就有這個特性 所以呢 這剛剛說的 你這條直線一定會通過這個點 這個點就是你所有數據的s的平均 s的平均跟y的平均的這個點 一定會通過那個點 保證 這個保證 那保證的原因是因為它的計算方式 就是會有產生這樣的特性 所以這個一定會通過s bar y bar這個點 OK 好接下來其實就是 課本教你怎麼去算 那這個怎麼算其實也可以 當然這個你們現在 應該以前至少環化裡面有用過 黃化裡面 那時候是你們是羅傑上是嗎 羅傑還是你們那時候是書譽 那個瑞峰嗎 喔你們助教不是民族啊 民族好像是 你們黃化助教 是學瑞峰 是瑞峰 瑞峰 瑞峰是李老師 民族是各個實驗的助教 民族是各個實驗的助教 所以黃化不就是各個實驗 帶實驗的時候是瑞峰 主要帶的是瑞峰 帶實驗是瑞峰 真正教你們在最後要畫 我聽你提的時候是 蘇玉姐有沒有那個 你們那時候是蘇玉 有跟著提 是蘇玉啊 我們在報告的時候 他有在談判 是蘇玉還民族 是 你們那時候是蘇玉啊 你們呢 這樣 你們應該就是換民族了吧 是不是 正好再交替起 好啦你們那時候在畫那些 點點點的圖了之後 最後要畫趨勢線 我們基概好像有膠嘛 是不是 搞不好我們基概在講 Excel是不是就有教你們畫趨勢線 有沒有 我們大一基概不是有上Office嗎 Office有沒有教你們趨勢線 有沒有 很傷心耶 你們這個就是 血碗都厚 好啦這個其實直接用Excel的趨勢線 直接就可以畫出來了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要不要 要不要練習一遍 不用啊 你們都會用了是吧 怎麼畫趨勢線會不會畫 要不要再練習一下 需要嗎 需要嗎 再問一次需要嗎 不需要啊 其他外系的 會用Excel畫那個趨勢線嗎 啊 外系的 會嗎 會還是不會總共給我個Signal 你如果會的話就不上啊 如果不會我就上啊 如果不會我就上啊 要不要上 奇怪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 老師太兇了 我太兇了啊 我什麼時候變好兇我都不知道 只是問你們要不要上而已啊 有這麼兇嗎 現在學生都玻璃心 玻璃心啊 那我是什麼 我是翡翠心喔 好啦外系的要不要上 我們系的我就不管你們了 反正你們理論上在很多很多 課程都學過啊 其他外系的要不要上 你用Excel畫趨勢線 有用過啊 不太確定 好 你一句話 不確定我們就來練習一下 好啦這個很簡單啊 就用這個畫趨勢線 嗯 好這個是我們課本的租車公司的那個例子喔 好我們用這個例子來看 那這個例子如果我們 呃 剛才說過 我們可以先去 做他的那個什麼 correlation對不對 所以 剛才如果是 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可以去打他的什麼 c o r r e l correlation correlation的話你就把這兩個array 拉進去 咦 現在啊少一個 c o r correlation 是這樣子啊 這是一個array 搞錯了 剛剛是第一個array 然後再加第二個array 不是一次的把它全部放進去 好 所以他算出來就是0.98 對不對 0.98 那0.98之後 我們剛剛說過 你如果要 因為當然這個已經很高了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它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做假設檢定 對不對 那假設檢定的話 這個是他的這個r值 那我們要看看這個r值 他到底有沒有 他的假設檢定是 就是虛無假設是代表這個r是等於0 r就是它的母體的那個correlation是等於0 那對立假設是r不等於 r不等於0 那我們那時候說假設檢定 你就要先算出他的這個t 對不對 他的檢定值t 那這檢定值t剛說過怎麼算 就是把他的這個r乘上什麼 sqrt sqrt裡面的n 這邊n是多少 6個嘛 2246 所以是n-6-2 然後呢去除以1-r平方 對不對 這就是要算他的那個檢定 假設檢定的那個t value嘛 然後這樣去算出來結果 誒有沒有對 看一下 剛才的t value是多少 0.9 算出來的t value 10.398 誒10.392 所以差不多 所以這個就是你算出來他的什麼 算出來他的檢定值 然後剛剛說過 因為他是用如果是用 要算他的critical value 就是他的cv 他的cv是等於t.invert.2t 那我們的alpha是多少 alpha是0.05 0.05 然後呢自由度是6-2 所以是4 所以他的critical value是2.7 那10大於2.7 所以他是落在拒絕域嘛 所以他的假設檢定是拒絕虛無假設 對不對 好那這樣完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畫他的這個趨勢線 那畫趨勢線呢 我們就是要插入 插入什麼圖 我們應該是選這個 我們應該是選這個 嗯 要散步圖 好 散步圖 這個就是我們的散步圖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橫走是 應該是就是他的這個 車輛數啦 重軸就是他的他的收入 好 那這個完了之後呢 好重點就是在你怎麼去找到趨勢線 那個如果不會找趨勢線的注意看一下 你就把他這邊點一下 把他的數據點一下 然後呢 然後好像按右鍵 按右鍵之後這邊有個加上趨勢線 加上趨勢線 那加上趨勢線之後 當然這個趨勢線有很多種方式 我們當然這邊探的是線性 那當然他也可以是對數或多像式都可以 當然我們這邊趨勢線 好 那這時候呢你可以在上面寫什麼 你可以在上面寫說 我們都要顯示公式 顯示他的公式 還有顯示他的r平方值 好 這個r平方值是什麼呢 我們 這個r平方值好像 我們待會再看 先不要放 就先把公式先顯示出來 然後顯示出來完了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他的趨勢線 算出來 y等 不過他這個寫的方法跟課本不太一樣 當然 你可以先把節句寫出來 然後再寫這個都可以 所以他的節句是0.396 然後他的這個x 前面的斜率是0.106 這個就是他的趨勢線 趨勢線之後 然後之後 之後你當然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公式算出來是多少 那算出來是0.396加上0.106 那我們算出來是0.396加0.1061 差不多嘛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可以一個完整的 一個完整的數據給你之後呢 你去做他的什麼 correlation 然後他的這個相關係數 然後再去做他的假設檢定 那如果他是落在拒絕域的話 你就接下來可以去算他的這條線 趨勢線 趨勢線的算法很簡單 把他的data highlight起來 按右鍵加趨勢線 然後顯示公式 這公式上面的數據就是我們 你課本算了半天的那幾個 這兩個參數啦 好啦 這樣有問題嗎 OK 好 所以這樣的話 你的趨勢線就可以畫出來了 好啦 這題給你們做好不好 要不要練習一下 這是10-5 10-5的話是 他的數據是什麼 來給你們看數據 數據數據數據 那這個數據 數據這邊有啦 X是次數 然後這是成績 好吧 練習一下吧 先算他的correlation 的coefficient 然後再算他的假設檢定 然後再去換他的scater plot 然後找出他的公式 練習一下吧 這幾個都是 最後一節才出現的 還是前一節 OK ってる 這是 是 很多 司長 鱼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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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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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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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